大家好,我们一天到晚关注中国的事情,关注美国的事情,关注全世界的事情 有一个基本的这么一个态度吧,就是什么事儿 他如果是刷新了历史的局面,这个事儿就是一个天大的事情 就像我们说俄罗斯的普京都已经当了六届总统了 这是刷新历史的新局面,这个事儿是一个天大的事情 俄罗斯这个国家将会乌烟瘴气,国将不国,是糟大难 当时的列宁也没当这么久,当时的斯大林也没搞这么久 因为普京很年轻就在俄罗斯当总统 列宁亲之后再也没有出现任何别的人 你说这多久的事情呢,我们他妈在青春期时代 真的,哎呦,真是,这就是刷新历史局面的事情 习包子他也是这样子的,习包子过去你想想 邓小平都不敢连任的事情 江泽民、胡锦涛都不敢连任,都不敢打破这个规矩 结果到习包子把这个历史局面就给打破了 这是天大的事情,中国这个国家将因为习包子的创新行动 也灰飞烟,也诸狗不如,地狱不堪,真的不骗你 咱有时候看问题,你看不懂的时候你就这么想 绝对一想一个准,一想一个靠谱 你说是不是,你说这习包子把这个中国搞成这样 有些人就还是不知道自己处在一个什么危险的境况 还在那里,在那里阴歌厌舞 在那里,不知大难将至,你不找死吗 有些个情况是很有意思的 比如今天我来跟大家讲的是发生在美国的一个事情 我认为是过去250多年,我们就算260年嘛 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这就预示着美国这个国家 要么的就浴火重生 要么的就一泻万里,就变成一个死坑国家 真的 所以咱一定要关注这个事情啊 一定要关注,什么事呢 川普的白宫的顾问,专门搞这个贸易的 这哥们是一个最牛逼的一个经济学家 我以前就看过他的书,像拿瓦罗 是不是,彼得拿瓦罗,我都非常非常喜欢这个人 以前老川当总统的时候,我没少好几次去做他的节目 这哥们长得一张勾合纵魂的这么一张脸 特别的刚义,特别的勇敢 特别的保守派的,经济学好着呢 说因他犯了这个藐视国会罪 然后把他们判了四个月的监禁 说昨天要去这个佛顿旅达州的这个监狱报道 要关四个月 四个月的时间不长 是吧,说来就来了 说走就走了 但是这个事情,因为他是白宫的贸易顾问 他是有这个豁免权的 他是有这个这个东西啊 他不应该搞成这样 过去美国的历史上或者说人类的历史上至少有260年 经常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哎,因为美国是个两党政治嘛,互相挖坑嘛 最后关头的话都以这个宪法,以这个总统豁免权 以这些个东西最后就大家都没有把对方搞到监狱里面去 是吧 比如说当年克林顿在办公室 是吧 跟这个乃文斯基搞这些事还公开撒谎 这个事情你要过现在,你试想一下 你要过现在,如果是川普或者如果是共和党的某一个总统 在办公室搞这个事情 民主党你不把他弹劾,你不把他抓进监狱 所以这个事是打破了美国而过去260年的历史 刷新了美国历史的新局面 我告诉你啊,这个是了不得的事情 这是我见过的啊 这起今为止 这个事情它的意义比这个川普被纽约的法院判四个多亿的这个罚款 更可怕 真的是更可怕 所以从这个事件开始 美国的两个党就再也没有共识了 再也没有在某一个基准点上达成互相妥协的空间 你明白了吧 就是我们说这个世界是魔鬼掌权 这个世界没有谁有多好 没有谁也有坏 有多坏 你要有好的时候也有好的时候 要有坏的时候也有坏的时候 就是两个党他互相打打杀杀的时候 如果对方都能够退一步 都能够留出一个一点点的妥协的空间 这个国家就是一个不错的国家 这也是一种智慧啊 就刚才我跟大家讲了嘛 一种你当你看不见现实的时候 你就想什么事情 如果刷新的历史的新局面 你就小心了 要小心小心再小心 因为任何的流氓政客 他刷新历史局面的所谓创新行动 都是具有毁灭性效果的 而毁灭的最后的 他就是毁灭的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是吧 所以我劝大家一定要小心小心 再小心保护自己 那同学来到你啊 就是你当当你观察两党政治 互相格杀互相撕毙的时候 你会发现 如果两个党在有些时候 他达成了一个非常微妙的 看上去几乎不可能的 这么一个妥协的空间 大家双方都退一步 这个事就过去了 但是我告诉你 今天的美国 今天出现了这么一个 260年以来 刷新历史局面的一个 把我们的这个 拿瓦罗老师送进监狱的 这么一个事情 这预示着美国的这个政治格斗 已经没有妥协的空间了 你要知道两个党 如果没有妥协的空间的话 最后就血流成河 中国人最了解这样的叙事 你说当年的国民党 和当年的共产党 其实你回头想的话 如果当时双方都妥协一步 这个国家不至于搞成这样子的 不至于后来共产党上台以后 就饿死几亿人的是吧 不至于出现这样的事情 但是问题是 这个妥协的空间没有了 蒋介石是想妥协的 但是一方是流氓 一方是妥协 那完蛋了 所谓妥协就是两个方面的政党 都有往后退一步的 这样的一个主观偏好 否则的话 你一方妥协是没用的 一方妥协 你不叫妥协 你叫认输 那你就认怂 妥协妥协嘛 就大家双方都退一步嘛 说当年美国的这个制定宪法的时候 那个时候五月花号嘛 是不是 也就是为这个独立宣言 为这个宪法炒的是不行 最后有一个国会议员 叫这个什么 叫富兰克林 他就讲 他说我们都炒了四个多月了 也没炒出一个名探 大家都各知己见 这看样子 这个东西流产了 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 这个共同的宣言都通不过 那我们怎么玩呢 是不是 然后他就走上主席台 他说那我们都是上帝的孩子 我们都是有信仰的人 那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吧 我们把这个事交给上帝好不好 然后就带着大家做了一个祷告 结果发现所有的人 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 是吧 不管是什么派别的人 都低下头了 都开始听富兰克林在台上祷告 非常的有意思 结果美国几天 这个宪法 这个东西宣言就通过了 你去看美国的历史里面 有这样的故事的 就是任何一个国家 任何一个社会 它都一定要有一个价值共识 而这个共识一定要在高处 所以我们说 今天美国搞成这样 两个党之间失去了 一个基本的妥协的空间 是因为有的美国人还认同美国的传统价值观 还以基督信仰为他们的立国的根基 而有一部分人民主党 他们有些人根本就不认了 民主党里面也不是完全不认 像什么南西婆罗西 像什么拜登 像什么书莫 包括奥巴马 他有时候都 奥巴马的某一几百科的资料 你去看 他还说他自己是个基督徒 但是后来新上来的一批人 就真没有信仰了 没有基督信仰的价值观了 所以美国现在最大的问题 我说过的 之所以出现250年以来 260年以来 破了历史的先例 这是我听过的最惊悚的事件 就是因为现在美国已经没有价值共识了 双方即便是想妥协 也不知道妥协到什么地方去 明白吗 所以我们有信仰的人知道有这么一个说法 叫做什么呢 叫主内平安 是不是 就是与主同在 以马内逆 或者是主同在 就是有的时候两个方面的人 出现了巨大的政治分析 经济分析 利益分析 文化分析 都有的 是不是 两口子在一起要吵架 何况是两个政治派别 人间就是一个充满纷争的这么一个人间 每个人的观念都不一样 有分析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 但是一定要留出一个妥协的空间 而且这个妥协的空间 不在于我们平行的世界 而是在高处 你说今天美国也还有这样的空间吗 美国上个世纪60年代 垮掉的一代 那时候年轻人也是作妖 烂的不行 不像话 觉得那个时候也很多人觉得美国不行了 但是那个时候真还是有妥协的空间 很多年轻人从小也是在教会长大的 现在今天的美国 你看那么多的非法难民 那么多的雾七八糟的人 你从华人社会里就看得出了 他根本不知道美国的传统价值观为何物 所以我告诉你啊 今天这个事情呢 真不是我为言总听 这是我自从开始关注美国的事情以来 出现的最惊悚的事件 今天全世界发生的一件 过去260年以来 从未发生的黑暗大事情 预示着美国没有任何的妥协的空间 预示着正邪两方 大战在即 我也理中刻一下 所谓正邪 谁都认为自己是正的 共和党认为自己是正的 保守派认为自己是正的 那民主党 他们他认为他们也是正的 一旦认为自己是正的 对方就是邪的 这两方面的话就是大战在即 美国没有妥协的空间 美国的政治空间 政治妥协的空间也没有 全世界也跟着没有 所以我说过 全世界的老百姓都要跟着遭殃 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学会保护自己 真不是无言耸听 所以我也搞不清楚 美国的民主党怎么就走到这一步 而且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 就是刚刚发生的事情 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 国会传他去接受这个质询 他根本就不去 不出面 他椅子空的 公然的藐视国会 是不是 那你怎么不把他抓起来呢 他已经不是第一次藐视国会了 就美国的这个事情呢 已是说明美国的这个妥协的政治空间已经没有了 整个美国已经没有价值共识了 这是特别可怕的一件事情 什么叫价值共识呢 我说了半天有些人也不懂 我觉得我经常会打一些有简单的比方 比如说你去一个山里面 去一个山坡 那个山坡上面有一万棵树 每个树都品种不一样 是吧 这不是多样性吗 有不一样的花 有不一样的草 有不一样的树 有不一样的叶子 但是他们所有的树 所有的花 所有的草 都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呢 这个价值观就是头顶的空气呀 或者是头顶的太阳啊 所以每一棵树 不管它是叫什么树 它都呼吸空气 每一棵树 不管它长什么花 开什么花 长什么椰子 它都享受阳光 享受雨露 是不是 它一定是有价值共识的 所以真正的多样性 真正的这个什么多洋化 是一定是基于一个最高的价值共识的多洋化 如果没有价值共识 那不叫多洋化 那叫混沌 那就乱搞 那就混乱 今天美国就处在这么一个社会 所以我真不是开玩笑啊 所以每次出去美国的事情 我就特别伤感 非常伤心 尤其是跟纳瓦罗这么好的人 他特别对共产党认识的特别透彻 纳瓦罗如果接下来的话 他当然只有四个月了 如果川普又杀回来了 又真当总统了 纳瓦罗肯定是他的内阁成员 肯定继续搞这个国际贸易啊 搞中美贸易 绝对会拍死共产党 这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老人家 七十多岁的 还要去建议 让人特别心痛 但是这就是美国 所以大家都悠着点啊 谢谢